好了同学们欢迎回来 另一呢就被我们轻松的解决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解决解决第二吧 一项工程假罪单独做二十天可以完成 结果假罪做了八天之后由于另有任务 剩下的工作由已对单独做十五天完成了 问已对单独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多少天 那同学们来想一想 这道题的问题是什么呢 已对单独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多少天 对不对 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整个的工作呢 我们是要设为一的 那你要需要知道它需要多少天 那你就得知道已对的工作效率 那下面就是如何来求已对的工作效率呢 那要根据前面的题目了 假对单独做二十天可以完成 你可以得到什么 假对的工作效率 非常好 假对的工作效率应该是二十分之一 结果假对做了八天 走人了 那他做了八天 虽然他半截走了 但是他是不是也完成了一些工程啊 是的 那完成了多少呢 二十分之一乘以八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了 那还剩下一些工程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假对的功效二十分之一 八天完成了这么多 而整个的工程是一 去掉假对完成的 剩下的 那就是你对完成的了 对不对 我们四个知道的 是剩下的工程总量是多少 换句话说 那也就是你对十五天完成了多少的工程 那么一天是多少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 除以十五 自然就得到了 你对的工作效率了 对不对 好了 那剩下的自然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是个工作总量为一 那么假对 八天完成了整个工程的五分之二 还剩五分之三 没有完成 而整个工程的五分之三 是你对十五天完成的 所以你对一天完成整个工程的二十五分之一 所以完成整个工程 那就需要二十五天了 这道题呢 就像接力赛跑一样 假对先干了一段 然后你对再干了一段 我们只要搞清楚了 他多少天完成了整个工程的几分之几 自然也就知道了他的工作效率 所以工程问题同学们千万不要怕 认真读题仔细理解 只要你理解了题目的意义 那么剩下的自然水到其成 好 学们下面我们一鼓作气 把第三也给他拿下来 一项工程 假单独做二十天完成 你单独做三十天完成 你看看 这个题给的还是很仁慈的 对不对 给了这两个条件 你能知道什么呀 他们的工作效率 假和你的工作效率 全在你的掌握之中了吧 是的 那下面看中途假请假两天 以请假若干天 不知道是几天 从开工到完成任务呢 一共用了十六天 问以请假多少天 以请假多少天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同学们来想一想 根据题目的说明呢 从开始到完工 总共是不是用了十六天 那对于你来讲 这十六天当中 他都在工作吗 不是吧 不是的 他请假了若干天 对不对 是的 虽然我不知道几天 但是我知道 在这十六天当中 他除了干活 剩下的时间 就是请假 那问请假多少天 不好想 但是同学们想 我不知道请假 但是我只要知道什么 就够了 嗯 干活 哎 我如果能够知道 在这十六天当中 他干活用了几天 那请假 自然而然 也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下面就是 我们来想一想 你的工作效率 你知道了 你想知道 你干活用了几天 那我就得知道 你到底干了这个工程的几分之几 对不对 那整个的工程 可不是以一个人来完成的 有几 还有假 以不好办 那我看看假 是不是浸在我的掌握之中呢 假的工作效率是 二十分之一 那在这十六天当中 假一直都在干活吗 嗯 请了两天假 请了两天假 那说明他工作了几天呢 十四天 OK 那假工作了十四天 你又知道每天工作多少 自然也就知道 假完成了整个工程的多少了 对不对 那剩下的自然而然 也就是你了 所以这道题目当中 第一步先把假搞定 由于假一共工作了十四天 假的工作效率呢 是二十分之一 所以假在这十四天当中 能够做出来的工作就是二十分之一 乘以十四 而整个的工程当中 整个的工程可是一呀 除了假做的就是你做的了 那你是工作效率是三十分之一 每天完成三十分之一 那要想完成这么多的工作 需要多少天呢 也就知道了 那剩下的就是起价的天数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工作总量为一 假工作十四天 那么这时候还剩下的是整个工程的十分之三 对于你来讲 他一天完成三十分之一 所以完成十分之三的工程需要九天 一共十六天 有九天在工作 那剩下的七天都在请假 这也太能请假 所谓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可能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这个可太不经验了 好了 那在这儿我们会发现了 这道题呢 其实也并不难 只要我们把它的意义理解了 从整体去看 不是假 就是以分离出来 各自去考虑 那么就非常的简单了 好 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例次 一项工程 假单独完成需要十二天 以单独完成需要九天 又是两个比较好的条件 有了两个天数 假以的工作效率也就知道了 若假先做若干天后 以接着做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假先做了几天 然后假停止了 后边以开始接上了 两个队一共需要的 一共是工作了十天 问在这十天当中 假是工作了几天呢 哎呀 假工作了几天 那按照我们正常的想法 假工作几天 我又知道假的效率 我得知道假工作了多少 对不对 不知道假 那我知道一夜行啊 你 你也不知道啊 那这可怎么办呢 好到这为止 同学们是不是就遇到了一点问题呀 那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题目当中给了 除了两个的工作天数之外呢 还给了一个条件 就是两个队 一共用了十天完成 在这十天当中 不知道几天是假 也不知道几天是语 对不对 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十天都是假 十天都是乙 九天假 一天乙 好多好多情况呢 这怎么办呢 哎 同学们 刚刚啊 我们的思路当中 虽然出现了很多条岔路 但是有一点非常可取 那就是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只知道十天 这十天 我不知道谁占了多少 对不对 是的 那么最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这十天 全是假做的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嗯 那才做了十二分之十啊 哎 对于假来讲 每天完成的是 整个工程的十二分之一 然后呢 如果十天都是他做 应该完成整个工程的 十二分之十 对不对 可是整个工程应该是一啊 为什么会比这个一少了呢 嗯 啊 那就是有些天是乙做的 有些天是不是就是乙做的了 所以下面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天的甲 蹦踢出去 换一天的乙进来 哎 同学们 当你把甲拿出去 把乙拿进来 那你换了一天之后 总共做的这个工作总量 是增加了 还是减少了 嗯 增加了 增加了多少呢 嗯 九分之一减十二分之一 哎 那就是九分之一 跟十二分之一的差 对不对 是的 换一次工作总量 增加了这么多 再换一次增加了多少多少 换了几次 是不是就把原来 差的东西给换回来了 那你也就知道 你踢出去几天甲 换进来几天乙了 对吗 哎 同学们 这个过程你不觉得有点熟悉吗 像是以前我们在三四年级学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踢一个出去换一个进来 鸡兔同龙 鸡兔同龙 实际上呢 这道题就是我们工程问题当中的鸡兔同龙 你想一想 鸡兔同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鸡和兔子知道头一共有多少个 两种不知道各多少个 对不对 这个也是如此 我知道一共十天 我不知道各是几天 所以这种办法都可以用我们鸡兔同龙的假设法来解决 那刚刚呢 嘉嘉老师是用假设的全是假来解决的 那你会发现你做完了以后 第一步得到的就是踢出去几个假 是不是换进来几个乙啊 而如果人家问的是乙 那我可以人家问的是假 我可以先假设全是谁 全是乙 全是乙 那么我们来看看 设工作总量为一 假设这时间全是乙做的 那应该完成九分之十 就比我真正的单位一要多了九分之一 而为什么会多呢 下面就开始换了 换一次会发现少了三十六分之一 换了四次就正好得单位一了 那也就是说 我换了四个乙出去 四个假进来 所以假一共工作了四天 我可以假设全是乙 我也可以假设全是假 两种假设办法都可以得到最后的答案 当然了 同学们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够简单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解决 但是得需要我们有一点前置的知识 工程问题讲完了之后 同学们会发现 我们后面的一假 叫做解分数系数方程 那如果同学们会解分数的方程了 这道题你看看 能不能用方程的办法解决呢 不是就问假一共工作了几天呢 那你就设假工作了x天 那一共十天 假工作了x天你呢 十天x 假工作了x天假每天工作多少 十二分之一 那用他的工作效率乘以他的工作天数 得到的是假干了多少活 对不对 那同样的 以的工作效率九分之一 以的工作时间是十减x天 工作效率乘以工作时间得到的是以做了多少 而假和乙一共把整个的单位一给完成了 那解一个方程自然 x也就出来了 好了同学们 那么这道题呢 你会发现对于两种情况 知道总数不知道各是多少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几兔同龙当中的假设法来解决 还有就是多掌握一门技巧 你就会多一条路 所以分数方程 现在同学们也可以马上开始着手准备它了